大家好 现在正是南华的花芽分化期 或者是有些花有的南华呢 已经长出了花苞 那么有些花也会发现南华外城呢 有一点焦枯的情况 然后呢 以为南华是病害 在来给它用一些杀菌药 其实呢 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出现这种焦枯的情况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感染了虫害技码而造成的 技码主要是危害南华的嫩芽 还有它的花苞会在上面呢 有一层黑褐色的条纹 那么一旦感染技码的话呢 会影响到花苞的生长 导致花苞后期无法开放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预防才行 那么怎么预防呢 预防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小白药 浮虫胺 浮虫胺呢 它可以被蜘蛛所吸收 然后对这些虫害进行猝杀和毒杀 我们直接取上一小勺 把盆土边缘给它剥开 沿着盆土边缘给它均匀的撒进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我们两个月只需要撒一次 这样呢 这个技码一旦啃食花苞 嫩芽呢 就会马上被堵死 这个小白药不仅能够预防技码 对于介克虫啊 牙虫 小黑肺症类虫害呢 也有非常好的防治效果 好了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